最新一期的爸爸去哪儿 美丽的妈妈团也终于来到了节目中 见习妈妈李庆的加盟 更让这期节目有了新的看点 令网友们意外的是 当李庆刚一见面 邓伦就一路小跑的来到了他的身边 还要下意识的把他从花轿中抱下来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 就足以证明 他们私下是很熟悉的朋友 虽然邓伦要抱李庆的这个举动 让李庆高情商的化解了 但这俩人和他们的干女儿小山竹同框的画风 实在是太和谐了 节目一经播出 就引来了网友们祝愿他们在一起的期望 李庆和邓伦最有爱的一幕 让英彩儿和霍思燕这两个爱八卦的女人给发现了 妈妈们做完任务 回到家中 大家都在忙着谈论做任务时 这时的邓伦却一点都没有兴趣和大家聊天 而是带着李庆去角落里帮他洗起了手来 第一个发现他们的是霍思燕 当他看见后 立刻小声的喊英彩儿回头看看 还抿着嘴巴 指向了李庆他们 英彩儿看见后 立刻做出了一个两人配对的手势来 好像是在问霍思燕 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一对 霍思燕更是向全场所有人打起了响指 提示大家一起看向那个甜蜜的角落 发现了这个小秘密的英彩儿 更是直接就唱起了这就是爱来 此时的杜江 注意力全在李庆身上 竟然忘了给老婆霍思燕 打水洗手了 结果招来了老婆的一顿奚落 英彩儿立刻总结道 李庆和邓伦是结婚前 而霍思燕和杜江就是结婚后 邓伦和李庆在爸爸去哪儿中 CP感觉对是爆棚的 两人也是配一脸 他们的关系网友们也不用去猜测 祝福他们一切都好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